好的主播我们目前呢是在高雄的骑山医院 因为在今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 在高雄六规地区发生了一起逆轮的意外 据了解呢是一名44岁的孙子 他因为不满阿嬷告诉他不准看电视 竟然呢是拿着刀朝着阿嬷挥舞 导致阿嬷的颈部是有出血受伤的状况 那导致呢是说这个阿嬷呢他是有送医 送到骑山医院来救治 那根据高雄市消防局的一段画面是表示说呢 这个当时呢救护车出勤的时候 看到在透天明宅前有警察正在指挥 因为阿嬷呢是受伤在屋子里头 颈部是有被割伤 还好他的意识是清楚的 据了解孙子跟阿嬷是住在隔壁的关系 父母呢是其实当时不在家 两家人都是会互相来往 但是阿嬷当时呢是因为不希望孙子一直看电视 竟然是引发了孙子的怒气 一气之下拿着刀挥舞意外砍到阿嬷 而最了解呢警方其实在今天下午 已经先逮到了这名孙子 已经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而在今天下午的晚间七点多的时候 也把孙子呢在那个社工 以及警方的陪同之下 已经送到了骑山医院 要来强制就医 但是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调查厘清 以上来自高雄消息 召唤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